大家好 今天这个说说李瑞环 好久没说这个共产党的元老的这么一个名字 这个人呢 他呢 有些个特点是一直是有口皆碑的 在共产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 第一呢 是他这个人呢 没什么文化 对吧 原来就是一个木匠出身 做官做的这么大 挺不容易的啊 构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场的一个传奇 第二呢 是他这个人呢 不念全是吧 本来做了政协主席 然后年纪还没到呢 结果呢 就被江泽民就给 根据潜规则啊 就给弄下去了 对吧 这就是著名的这个七上八下 哎 七上八下 这个八下就是指李瑞环 因为李瑞环这个人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邓小平想让他做总书记 他结果他不愿意 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 还是宁请高明吧 那这都是北京的圈里面 就是长期流传的一些个段子了 你想想有这么两点啊 第一呢是文化不高 哎但是呢做事还挺靠谱 对吧 传奇 第二个是不念全 这也太标心离意了吧 这也太有点这个不符合共产党的这个吃喝嫖赌的常态了啊 所以有很多人对李瑞环的这个人呢 是有那么一点点怀念的啊 老人家现在还活着 当然呢这两天之所以把他的一些个话又放出来 肯定是反习派友谊为之了 大家现在团结起来嘛 不管是胡锦涛还是江泽民还是曾经红 都希望把习近平让他滚蛋啊 让他暗示退休 不要再搞了是吧 这个国家呢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党呢还是要继续维持不要摆交是吧 蒋迪若韩说过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香港问题了 就打了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我们都知道的啊 讲了个故事 我们都都小时候有听说过 但是被李瑞环很聪明的用到了香港的问题上 说的还挺清楚 就讲说这个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家里有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是什么茶壶 好多好多年了啊 说是这个清朝时候的 还不是晚清的啊 是同志 不是同志 不是同志 是康熙年间的一个一个茶壶 然后呢里面呢特别厚的一些个茶垢是吧 然后呢你就那个那个茶壶 由于里面堆了太多的茶垢嘛是吧 也就是说积累的时间太长了嘛 天天在那里泡茶是吧 泡了这么多年了 几百年了 所以说呢你随便就往里面倒点开水 然后他然后再倒出来 他就挺香的 是吧 这么一个东西 完了以后被一个懂茶的人啊 被一个收这个紫砂壶懂茶的人给看见了 说哎哟你这个东西不错啊 是吧 我跟你出点钱多少多少钱 很贵的一个价格几万块钱嘛 说是给你买下来啊 你你给我收好了 我我我我我待会过来 我会回去回家取钱去 取完钱以后呢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吧 那个老太医挺挺高兴 好好好 没想到自己这么一个东西啊 这么一个家里的啥也不是这个玩意儿 要要要要要卖几万块钱 那高兴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人回去取钱的时候 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这个茶壶里面的那些个购啊 那些个历史和时间集点下来的那些个东西 就是使劲的搓搓洗一洗 就像我们洗主意像 使劲的搓搓搓 是不是搓底是吧 就把它给搓掉了 然后洗的是跟新的似的 泥泥泥泥光鲜的很 结果这个人取钱回来 发现他给它洗干净了 说我不要了 为什么呀 不要了 做错的事情 就毁于那一个茶壶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由时间 生活 有历史集电起来的 但这些话是我说的啊 李仁环说不了什么 叫集电也 他也不会说时间 意思就是说这个香港 这个城市一百年了啊 提起来去呢 是有历史的有传承的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否定他 不要轻易的以为自己有新东西 就把它给毁了 那不行啊 所以大家要要要要要注意 要有个分寸 所以这会儿放出这个消息呢 肯定是要打包子迪呗 包子迪就是创新嘛 是不是 所有的造反派 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这个革命家 所有的没有文化的人 他都是要搞一件事情 就是要什么 要破旧逆心 要一切从头来 要创新 这个东西其实很远一次了 我早上在写一篇文章 不是写 是整理一篇文章 我就整理到这么一个东西 我就讲说什么呢 哎呀 这个 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啊 新东西啊 它是值得令人要怀疑的 说一个智慧的人 应该在思想的层面 努力回到原初状态 在技术的层面努力细分 努力创新 一个美好的国家也是如此 人们的价值观看上去 应该是非常古典的 非常保守的 非常成就的 有历史传承的嘛 被历史包裹 被历史堆积 然后你看那些时间的皱纹 这个东西看上去很旧嘛 是吧 啊 所以 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城市啊 它在价值观的层面 看上去应该是有点过时的 对吧 旧旧的啊 这种感觉 像文物 但是在技术的层面呢 人们却 人们对 任何的新技术的东西啊 要充满好奇心 每一天都有新的工具诞生 仅仅在工具理性的层面 优秀的人们 看上去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充满激情 他们是属于典型的新型人类 这构成了一个人的综合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价值观 应该是越古典越好 越保守越好 你的这个技术啊 工具理性的应该是越新越好 是吧 但是呢 没文化的人啊 像习包子这种人 像毛泽东这种人 他就是在技术层面 他没有任何创新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人也是这样子的啊 你说中国的在技术层面 有什么东西是中国发明的吗 是不是 你现在灯光 是不是 你麦克风 你这个相机 是不是 你这个电脑 是中国人搞出来的吗 那不可能 是不是 但是中国人有一个 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尤其是毛泽东 共产党这帮狗东西啊 他特别喜欢在思想层面 在这个价值层面 他推陈出新 你这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所以包子弟在香港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 他技术的层面 他越搞越越差了 所有的新公司 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金融 什么什么创新 都离开香港了 越搞越差了 是不是 然后观念的层面呢 却又创新 又搞这些个妖蛾子 你这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你本来是一个英国 跟你搞了100年代 这么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 这么一个城市 你非得搞共产党的一套新东西 你这不是有毛病吗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 值得分析的啊 就让我们回到李瑞环这个人 李瑞环他是没什么文化的 他是个木匠 然后我们知道包子里也没什么文化 他是个小学生 那李瑞环可能也是个小学生 同样都是个小学生 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是不是 是我们范伟老师的这个名句啊 你说这个这个现象就让我们就要有一些个思考 看来的话 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格调啊 一个人的水平一个人的智慧 他真的跟学历没什么关系 西包子可以不认识字 可以念凑字 这都不算个什么事 我相信李瑞环很多字他都不认识 但是他的价值观就是比包子的强 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的水平的 真不是你的学历 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啊 认识字 不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有多少知识 而是你的观念的秩序 到底行不行 对吧 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小学生嘛 为什么做人的差别就这么大呢 为什么李瑞环就懂得要珍惜香港的历史呢 要慢慢来呢 要传承呢 是不是 为什么习包子上来 就把香港就一掌就拍死了呢 他还觉得自己搞得对呢 这个东西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哦 真的 当然呢 从这个中南海的政治内斗啊 这会儿搬出李瑞环的这些个话 肯定是来者不善呢 善者不来啦 肯定是老于就是改革派啦 中常委啦 反习派啦 袁老邦啦 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支持习包子的 他们都知道习包子是一通断稿的 你说这个朱镕基 你说李瑞环 你说这些个老东西 他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那你想什么话嘛 你把这个城市搞成这样 你把中国的资金面都断掉了 就好像中国以前 共产党好不容易这个从英国手上接了这么一个好东西啊 结果你你你你把他给毁了 说的最简单的好不容易你英国人给你开了一条河流 大量的资金搜搜封搜尽流向你 你结果你把这个河流给给阻断了 给埋太来 你说就是开玩笑嘛 是不是 所以他们说现在中常委啊 原浩帮啊 有一说法啊 就第一 赶紧让包子就下台 必须让他下台 不能让他再连任了 连任中国就 共产党就完了 中国是不会完的 中国灾难也灾难 是不是 中国是个虚假的文化共同体 它不存在什么 共产党你猜成了一几年 中国有多少年了 说共产党肯定就完了 因为你没钱了 没钱了以后 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老是想回到朝鲜 朝鲜它有特点的 为什么呢 人口太少了 小地方 人少 你好管 就像有些人说 新加坡多好多好多好 新加坡才几个人 你让他变成中国这么一个 巨大的这么一个人口基数 完了以后 你然后再搞那种加州 你看你搞得定吧 你搞不定 所以说到底 就是中国这么大 你必须要搞经济 你不搞经济 到时候 老百姓真是没饭吃的时候 真的有可能 把你共产党给吃了都 把你细胞子全家都给吃了 当狗狗的包子给包了 吃了都 所以他们说 细胞子低 赶紧下台 必须要下台 最好是提前下台 第二就是最多两年 他们说要把这个香港的问题要翻过来 让他回到邓小平的状态 50年不变 50年以后更不变 但是呢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说共产党经过这么一折腾 没有人再相信你共产党的话了 所以你即便是两年以后 你回到 要重新回归香港过去的样子 也估计没几个人信了 真的 大家心都凉了 很多人都走了 这一走一 一拿来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没有人军得起这样的折腾 香港真是一声叹息 好像一个时代的终结 好像一声乌业 以前是谁说的 是爱琉特写了一首诗 说这个世界的毁灭 并不是惊天动地的 并不是山明海啸的 不是 世界的毁灭最后是在一声叹息 一声乌业之中 然后归于无有 真的 香港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没有 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什么战乱 城市依然 高楼大厦 依然 所有的东西都在 但是这个城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城市 很伤感的 这两天 这个著名的文人 倪邝老师也去世了 你说一个80多岁的老人去世 也没什么可以惊叹的 但是让人特别伤感 真的 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剧场 在那里上演 有一个人物 一个城市毁灭以后 然后一个著名的 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文人 也过世了 所以一个城市的毁灭 和一个文人的过世 它同时出现在一个时空里面 让人真是感慨万千 然后我们就想起过去 这个晚清 清朝垮台以后 然后也有一个文人 自己也死了 是吧 这就王国伟老师 真的 那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神秘的这种现象在 让人真的是除了叹息 还是叹息 谢谢